大家好,我是樂天,歡迎來到拍靈的節目 俄夫藏龍,我們今天又來到拍靈的總部 我們今次會採訪一位真是英俊瀟灑的一位打鼓女導師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有多厲害吧 原來有的人是你,將會不考量共有 萬一只能夠,將會好流量,不再等到你我等下 萬一無人是你,將會暴雨過風後 萬一無人是你,將會暴雨過風後 又會暴雨過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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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完阿Ling精彩的表演 我們現在請阿Ling出來 阿Ling,Hello 我是Ling 大家看到一位這麼漂亮的同事 一個這麼英俊的女導師 我想自我介紹一下 Hello,我是阿Ling 我是拍靈教了五年,是打鼓導師 我也是在Rock School八級畢業 你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教學經歷 特別的教學經歷 其實是有個學生 他以前也是做教書的學校 是老師來的 是,是老師來的 但現在他就退休了 退休老師 對,退休了 然後他就開始回第二人生 就是學回他小時候想學的樂器 即是找你去尋找他的夢想 是啦 OK,OK 然後他有沒有一些成績 即是他退休人士 會不會不夠力打鼓呢 他不會的 會不會的 因為他以前是學琴 他也是八級畢業的 哦,他以前學琴 所以他音樂節奏和拍子會在 對,音樂的底子是挺好的 即是他目標不是打算考試 嗯 但我看他的進度其實是挺良好的 即是他純粹想找回過往失去的一些 對,失去的一些 夢想 興趣 那你也會教識他 是的 音樂對你來說究竟是甚麼呢 嘩,音樂 這個問題很深意義 音樂對我來說真的好像空氣 對於人來說空氣是一個必需品 他為何會成為你的空氣這麼重要呢 這個音樂 因為其實音樂我覺得是可以疏到人的很多東西 即是可能包括情緒 現在都使人這麼大壓力 嗯 所以其實他的必要性是可以令到你的情緒 可能是很憤怒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安慰你的人 又或者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可以聽一些開心歌 其實他是 為什麼空氣這麼必須呢 就是其實你是全圈的 你情緒無論是哪個層級的時候 其實你都需要音樂 即是你知道你小時候或者你甚至現在 其實有很多情緒上想發洩的地方 而音樂讓你發洩到 是的,沒錯 你可以走出某部分的不開心的困境的情緒 是的 同時享受到開心的時光 是的,沒錯 那你覺得自己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我想我特別之處是在於我那時候大學讀完課的 大學讀完課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之前我想了解自己多些 但是讀完之後我發覺 我發覺就是對於了解人 都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是 還有在教學上面 就是用心理學的知識 其實你對於了解人的方面 其實你可能會好一點 你會清晰學生的長處短處優點缺點 不過我發覺有一件事是挺特別的 因為我教過這麼多學生裡面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在我面前哭過 但是很有趣的 有時可能有些學生一進來上課 其實他一坐下 我都感覺到他的氣場很對勞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他說 你放下鼓棍 我們真的不要做任何事 我告訴你先放下 然後他就會很害怕 然後很多時候我都會問一句 我說其實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已經感覺到他的狀態不在 人不在 好像整個人落盡不開心 然後我就會問他 我說其實你今早有沒有特別事發生 他開頭其實都不說 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 不太想透露 心想我來上課而已 其實我最後跟他說不到 還有小時候會有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 是的 但是通常如果處於這些狀態 我都不會上課 因為他這麼不OK的時候 其實上課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發覺有些學生 說著說著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就會哭 但是原來發覺有很多他們的秘密 可能連家人都不會知道 但是說著說著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連他們的秘密都會告訴我 其實我就會安慰他 疏到他 然後再說回究竟你可以怎樣去處理 其實你很難教他怎樣解決 但是至少你可以安撫到他 還有可以一步一步慢慢陪他哭 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其實整件事 他的情緒如果OK的時候 才可以去處理 已經沒有問題 我發覺這位導師 第一 他很有魅力 第二 就是他很厲害同時很感性 他會在學生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運用他的一些技人 去解決了學生的情緒問題線 然後才上課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每個導師都做到 同時我覺得是很偉大 是很偉大 因為小朋友會有很多秘密 還有一些 連父母都不會說的一些 他認為的很慘痛的經歷 去放在他內心上 你未必幫他現實中解決到 但是會令他有勇氣去面對這件事 對 因為始終你有勇氣去面對這件事 其實你其他事才會做得好 即是你學習 或者你可能有人生 其他你的成長會好 你現在在音樂上 你還有沒有一些目標 或者夢想想做到的呢 我想在一個長期的目標上 其實我是想做到 大科和音樂可以合起來 變成一個音樂療程 因為音樂療程 其實就是你用音樂 其實不一定是打鼓的 你用音樂 一些樂器 簡單的樂器 其實可以幫到一些人去做一個治療 對於他的心理治療 那件事 因為其實他可能有很多 真的有心理治療的人 他很多時候可能是自閉症 又或者過路療程 那些小朋友 所以其實這個暫時來說 就是在我長期的目標和夢想 我們現在想你分享一些 可能你教學的一些開心的時刻 是 開心的時刻是 有沒有教過一些學生 很令你有成功感、滿足感 有的 有的 有一個學生很有趣的 因為他之前不是跟我學大學股 他跟第二位老師 然後他在機緣考核下 其實就找到我 因為可能之前那個老師他就不教了 然後就找到我 然後繼續上課 其實起初上課也沒有什麼 但是我想一段時間之後 是家長主動跟我說 因為傾開了 他就說 哎呀 那個小朋友這家業利要喜歡打鼓 又要喜歡跟你學打鼓 是的 是的 然後他就說 很喜歡上課 可能很喜歡上課 這個對白很不現實 然後這個對白 一個小朋友說 我很喜歡上課 對 其實都很驚訝 對我來說 然後有問過家長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可能是因為我不同範疇 不同類型 不同風格 不同言語的歌 都會被他打 都會被他塞進去一下 其實他就會開闊了他的眼界 令到他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 不同的歌 不同的節奏 不同的風格 當他眼界開闊了的時候 其實他更加清楚自己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好 然後在打鼓方面 如果有人想嘗試接觸打鼓 你會跟我說一句什麼話 去告訴我打鼓是什麼 打鼓是很開心的 打鼓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嗎 打鼓是很開心的 但是你要做到一個很開心的時候 才要經歷一個很悶的階段 其實都要給心理準備 給學打鼓的人知道 其實你看到一些人打鼓好像很有型 很厲害 其實真的是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對 對 其實都是變得很辛苦的時候 好 那今天我們的訪問做完了 是 但是我們今天也會有一個打鼓的挑戰 但是 對了 我之前挑戰那位打鼓阿弗 我就慘敗了 我們這次就派出我們的導演來挑戰你 我們的導演其實是有玩開打鼓的 是 那可能會失敗 那你的挑戰就是要在十秒內 鬥打得多下數 OK 好 我們馬上去挑戰 好 那我們的道具就已經拿出來了 我們有請快槍手導演出來 導演準備好 好 有沒有信心 好 好 我們來打鼓阿弗 這樣也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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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好了 回來了 那麼我們的快槍手導演正式慘敗了 那麼我們呢 以後呢 玩小遊戲呢 唯有再努力一點 好了 阿Ling 那麼今天呢訪問做完了 遊戲都玩完了 大家呢如果想找阿Ling去學打鼓 甚至乎做心理輔導的話 可以去尖拉咀和九龍灣Partner找阿Ling去學 另外如果大家想查詢其他有關的課程呢 可以遊覽Partner的Youtuber IG Facebook那裡去查詢有關的資料 至於相關的資料就放到影片的下面 好了 那麼今次完了 走先啦 對那先啦 下次再說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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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地滑溜 做美好的手 也沒想到人說 但你可能逢透 為何能夠 只有好理由 有一次我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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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